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,戏赠看花诸君子,刘雨昔。 子墨红尘浮面来,无人不到看花回, 玄都冠里桃千树,尽是流浪去后灾。 刘雨昔此时,通过人们在长安一座道士庙, 玄都冠中看花,这样一件生活琐事, 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。 永真元年,即真元二十一年, 刘雨昔参加王书文政治革新失败后, 被贬为朗州司马。 到了元和十年,朝廷有人想启用他, 以及和他同时被贬的柳宗元等人。 这首诗,就是他从朗州回到长安时所写的。 由于刺痛了当权者, 他和柳宗元等再度被派为远州刺士, 官是生了,政治环境却无改善。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冠看投花的情景, 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。 从表面上看, 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, 人物众多, 来往繁忙。 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, 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。 墨本是田间小路, 这里借用为道路之意。 紫墨之子指草木, 红尘之虹指灰土。 一路上草木葱龙, 尘土飞扬, 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田, 川流不息的盛况。 写看花, 有不写去而只写回, 并以无人不道四字, 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, 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。 则桃花之繁荣美好, 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。 他不写花本身之动人, 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, 真是又巧妙又简练。 后两句由物及人, 观合到自己的境遇。 玄都冠礼这些如此众多, 如此吸引人的桃花, 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, 根本还没有。 去国十年, 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, 并且开花了, 因此回到京城, 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, 真是树有如此, 人何以堪了? 在就此时骨子里面的, 及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, 则千树桃花, 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越来越得意的新贵, 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屈炎富士, 攀高节贵之徒, 他们为了富贵利路, 奔走全门, 就如同在紫末红尘之中, 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。 捷据指出, 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, 也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, 被提拔起来的罢了。 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, 辛辣的, 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。 所以此诗一出, 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。